網站特別注意,前面做了蠻多的 如果你對於這部分不太熟練的話 請各位回頭再看那個影片就知道 包含就是這個名稱 PHP02跟實體目錄 另外的話呢,就伺服器 伺服器裡面的話呢 就是基本跟進階這兩個 你如果有一個地方設定錯誤的話 等一下你的資料庫可能會跑不出來 尤其是這個地方 伺服器模式,如果沒選正確的話 特別注意 OK,這些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第一點,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再來就分別完成 這邊總共會有三個網頁 那這個三個網頁我已經做完了 不過如果你們 因為你們是 剛新增的一個資料 裡面是空的 所以等一下你們只要完成 這三個網頁 在這裡面就可以了 那這三個網頁怎麼建立 其實非常簡單 比如說第一個網頁 PHPA02-1.PHP 對不對,你就直接開一個新的網頁 那新的網頁呢 選擇PHP 再按建立就可以了 建立之後的話 你就把它另存新檔 先把它建立之後 按另存新檔之後 那這個名稱的話 就給PHPA02-1 那如果說你怕那個名稱忘記的話 你可以從我雲端裡面的那個 這邊都有啦 有沒有,這邊有第一個 就是這個名稱 你就把這個名稱 複製 貼過來之後 貼到那個Juneweaver裡面 這個名稱 後面加上 記得喔 副檔名要什麼 有一個PHP 記得這個副檔名喔 你就 好像你不加 好像自己就幫你加 PHPA02-1 按儲存之後的話 那就會有個空白的頁面出現了 那這個頁面出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喔 我們要完成哪些動作 因為我必須給使用者 幾個東西 第一個喔 就是下拉清單 那這個下拉清單 做之前喔 還記得嗎 先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表單 所以呢喔 我們的這一個 Juneweaver裡面的環境 記得先把它改成傳統的 那在傳統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上方 就會有一個 這個頁面喔 其中有一個頁面 就表單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 表單工具裡面呢 還記得吧 先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表單對不對 那表單插入之後的話呢 在這個地方加入什麼 加入一個下拉清單 那下拉清單 我們前面做過了有沒有 在這個地方的話 有一個下拉 下拉的選單 那選單 加進來之後的話呢 你分別在裡面做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 記得喔 這邊幾個動作 加入之後的話 把這個選單加進來之後 把這個選單加進來 加進來之後的話呢 第一個給它一個名稱 叫Select 然後它是一個選單嘛 那裡面的話呢 我們再把那個清單的值 給加進來 清單的值裡面包含什麼呢 包含就是說 有書名 那書名裡面放的值 就Book name 所以將來如果他選的是書名的話 傳遞過去的值就是Book name 然後呢 有作者 作者的名稱 然後出版社 出版社的名稱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就產生了前面這一個 這個就所謂的這個選單 第一個 那可以讓他查什麼 查書名 作者 出版社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什麼 這個應該還蠻熟悉的 前面我們做過 就是從什麼呢 文字方 這個有個文字欄位 拖拉過來 拖拉過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在裡面做什麼呢 第一個一樣給它一個文字的欄位名稱 名稱的話叫keyword OK 那其他都不改啦 其實它就是一個單行的文字欄位而已 然後呢 再加上一個按鈕 按鈕我想前面也做過嘛 在這邊有個按鈕 按鈕加到這個有個查詢 那拉過來之後這個查詢裡面呢 做哪些動作 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三命 所以你這邊的話 如果預設已經叫三命就不改 然後呢 它的池 叫查詢 預設好像叫送出吧 不過沒差啦 查詢或送出其實 結果都一樣 第一個我們表單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的話 你要確認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一個phone 這個表單 這一整個表單 要傳給誰 去幫我去執行 因為我要查 查完之後 由誰去接呢 特別注意喔 這裡的話呢 這個phone1 動作就是丟給什麼 丟給這支第二個程式 因為它必須給它一個關鍵字 由這個動作喔 動作裡面有一個php02-2 這個php程式去接 那用的方法是叫get 所以呢 它接到之後的話 幫我去買seql裡面查 查出來之後 再把資料怎麼樣 秀在我們網頁裡面 OK 所以第一 第一個部分喔 請各位先玩試試看好了 那程式碼喔 如果說你這邊喔 怕做不出來或lose的話 這一段程式碼 在雲端上都有 就在這裡 所以你斟酌啦 如果可以自己把畫面拉出來 就自己拉 如果不行的話喔 很簡單嘛 Ctrl-C Ctrl-V OK 試一下好了 把畫面切換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就完成了第一個 就是UI的這個查詢的介面 查詢的這個介面 就先做出來了 那它的功能就是說 可以讓使用者去切換 他要查書名 他要查作者 他要查出版社 那按一下送出之後的話 就丟給PHP A02-2 去接收到 那接收到之後的話呢 再到資料庫裡面去查 查完結果喔 再把它丟回來給PHP程式 OK